Core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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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认识这个吗? 是什么吗? 今天我们也从这里进山了 这里看到了这个 这个看的像喇叭卷 像这个卷是可以吃的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卷 我们这里是有人吃的 今年头一次见过 又有重大发现 那个坏掉了 大家认识这个是什么卷吗? 这个是哪江卷 板哪江卷 看这一朵坏掉了 这一朵还行 哎 摇不摇 不摇 板哪江卷 不要 确定不要 嗯 我老师说这个不要的 我们一般叫的话 那个帽子要比较黄 比这个颜色还深 认了吧 大家有没有也看到了 也看到了一柄 干巴卷 哎 这么肥 又想找到这个大的话 除非是没人找到的地方 有人找到的地方 都找不到的 这个芽挺弯的 根部榴点在里面就行了 榴点在里面它还会长的 在这里看到一朵高角葱 这个高角葱的话 树名叫那个 网红牛肝卷 树上是说有毒的 但我们这里一直都吃 可能有地域差异 大家还是吃点 当地人都吃的算了 安全第一 这个还挺肥的 看这里看到这个皮头卷 你看 那个小的不要了 看这里还有 这里一朵 看这里也有 这个大的好清晰 小的太难清晰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云南这边的山 虽然说是不倒 但是挺大的 一片 鸡着一片 半圆弯去都是山 有些时候走一座上的话 差不多走一两个小时都走不完 那这里看到了这个奶浆菌 像我们这边的话 只有这个菌帽比较黄的 这个黄奶浆菌 像那个白奶浆是不要的 这里还有一朵 你看 像这个样子的 像这个炒出来就比较好吃 把奶浆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部分人吃 但是我老叔不要的 我也不敢吃 像这个就比较好了 精品 就在旁边这里 你看到了这个 高高的 这个也是奶浆菌 挺脆的 这个奶浆菌 看这里也看到了 生毛挺高高的 刚才不小心把它掉掉了 这个挺大的 挺大的 这个是倒奶浆菌 黄奶浆 菌毛是黄的 这里也看到了这个扫宝菌 你看 这个坏掉了 这个还可以 然后往哪一步 看 刚才这里高高的 扒开一下 扒开一下 就看到有大个核桃圈 所以说像这个 松毛顶的高高的地方 下面多半的是有圈的 这个核桃圈挺肥的 这么粗 帽子戴点黑色 褐色应该是 这里看到一朵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圈吗 扒开看一下 这个是石灰圈 我们这里是不要的 我们这里是不要的 这里也看到了 干巴圈 这里绿绿的 看到了一朵青头圈 好 还挺累的这个 像这个菇菇的话比较值钱 开盘的话就不怎么管钱了 像一个青头圈的话 可以拿来煲汤 清炒 或者拿来烧烤 味道相当不错 像我们吃的话喜欢把它用来烤烤吃 蘸点那个辣椒面 味道爽得很 看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马鼻子 有朋友可能分不清那个核桃圈和这个马鼻子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我们刚才找的那个核桃圈 像个核桃圈的话帽子颜色 是不一样的 这个带点黄色 它还有一个颜色是黑色的 而菌桿上的话 这个是带点紫色 比较光滑 然后这个核桃圈 你看上面是有扣子的 白白的这个 其他的颜色 其他的话都差不多 最主要就是这个菌桿的颜色 还有上面的扣子 大家应该分得清楚了吧 现在 来这里看到一朵 这个是核桃圈 不知道可不可以要 完了完了 本来就完了 核桃圈都坏掉了 这两天这个圈 要么找不到 要么找到都是坏的 好可惜 回来这个路边 又看到一朵 这个是红葱圈 这朵圈的话是前两天就养着的 新娘天的话还点小 现在这个菌的话 不要碰到它 它都会长大的 大家还知道这个是什么菌吗 看看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火炭菌 各菌我们以前吃的 但现在我们都不吃了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有两朵红葱圈 一样的一点反正每天都是 走吧回家了 这个找卷这个东西全靠运气 一天多一天少 因为每天走的那个路都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火炉沈 火炉沈在这里等着我们 看他找到了多少 我老沈也找的少今天 这个青桃圈 不错 还可以 走吧 今天的收获不行 有点残淡 这两天卷的确实是手好多 要么就是太小了 拿不了手 明天我们继续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